大家发现香港楼市没有下跌,或是只下跌一点,明明影响,所有行业都欠佳,香港楼市就是不会下跌,其实有几个原因,我们都是说供应和需求,楼盘的供应始终不是狠咎,供应不足是支持楼价的其中一个因素, 另一因素就是需求,需求量大但供应不足,楼价就自然不会下跌,我一直认为买楼有四大原因,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性需求,比如买楼结婚,很多女孩子没有楼就不愿意结婚,结婚之后有些夫妇生了几个孩子,孩子慢慢长大,以前可能是两至三个人住一间房, 现在没有办法,唯有要多买一层楼,或是由小换大,还有一些,以前不少人移民,也有人回流香港,回流的人初初都是租楼,慢慢发现不对劲,如长期来说,还是要买楼的,这些都是刚性需求,不要小看这些刚性需求,刚性需求量是很大的, 第二类买楼人的心态就是保值,投资种类有很多,有些投资期货,买黄金,买股票,买楼,在这个情况就是保值的心态,大家就是怕港币贬值, 或是通货膨胀,很多东西都减产,而且很多国家都量化宽松,QE,结果就是令币值下跌,物业价值自然会上升, 另一个比较实在的原因是利息太低,虽然全世界印钞,但是利息没有增加,理论上量化后利息会上升,但是利息没有上升, 有些人说买楼者摸低利息,买来收租也好,租金收入可以覆盖利息支出外还有钱赚,等于说买楼付了首期后就可以不停赚钱, 租金收入赚了十年八载之后,楼宇又升值,别人称财息兼收, 不过买楼收租也有个风险,例如租客不好,不交租诸如此类, 或是租客租一年至两年就离开,其中的交接要付很多费用, 例如要吸经纪佣金,有一个空置期,本来应该有三厘回报, 七除八扣后可能只有一半或六成,如果买楼自住就把思维倒转去想, 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租客,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炫耀的心态, 有个朋友跟我说,一帮朋友在香港都有楼,没有楼不幸, 每个人都问你买了哪一区,楼盘坐落于什么地方,楼盘就像是名牌包包一样, 在内地,比如我是北京居民,我在北京买第一层楼,第二层楼不会在上海买, 不会在广东买,很多时候,如果有能力的话,他们会来香港买第二层楼, 更多人来香港买楼,楼价会升得更多。 有一天我坐地铁,在地铁上听到两个女子说话,一个女子问另一个女子, 为什么你还要买楼?你家中又有楼住,又有楼收租,不如你跟父母一起住, 就算结婚,父母也可以吸你一层楼。 另一女子回答说,云上衣裳花想用。 答案很缘妙,即是说这些人买楼就像云上衣裳花想用。 为什么他们买楼,就是他们什么都有,买楼是合理的, 但这是云上衣裳花想用的心态,你不要以为这心态的人很少, 抱着这心态买楼的人是很多很多,我认为这五个原则或理由, 楼价一直上升而不下降就是这个原因,楼价会不会突然下跌, 有些人说楼价不是很稳定,因为有些人以云上衣裳花想用的心态买楼, 有些人以原要的心态买楼,而当楼市有什么动荡的时候, 这些人可以突然放售他们的楼宇,不像刚性需求的人, 他们可能会说不买楼也要租楼,也要自住,所以不容易放售楼宇, 利息也是一样,如利息上升,租金的收入也不及利息支出, 与其补贴租客不如买掉楼宇,时势逆转,楼市就会向下, 我不是唱淡楼市,但楼市的形势可能会变来变去, 没有一本通书看到老,大家要因应时势去变化,到现在我就会说, 如果负担不到,就暂时不要买楼,因为楼价暂时不会上升, 会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,如果有需要买楼, 也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流域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